我本来就不缺钱花,既然要,自然得跟随潮流,我可是正儿八经的中华国人,出去消费那是给国人长脸的,你都不知道外国友人有多崇拜我们,我更不能给国家丢脸了。 银行卡哪里丢脸了,那里边的钱说出去谁敢笑话你,密码是…… 李总裁,你要是真想玩一把霸道总裁的梗,麻烦不要停留在过去,总裁也是要与时俱进的,土包子总裁大概很少有女人喜欢的,现在的小姑娘们都是理想型浪漫主义者,有钱是不错,总裁也不错,但是土包子总裁实在是太容易让人打退堂鼓了。 许青芝便能很清晰地听到房间里响起的吱吱磨牙声,你突然之间怎么想起来给我钱了,林某冷着脸没说话,既然吃完饭了,那我回去了,晚上会有护工照顾你。 你敢迈出这个房间试试? 霸道总裁,可不是你这么蛮不讲理的。 你乖点我还能跟你不讲理。 我回家休息,怎么就惹到你了? 我自己一个人无聊,你也得陪我,别忘了,我身上的伤都是因为你。 无赖。 许青芝没想跟她多闹腾,最后还是留了下来,但是中途却出去买水果去了。 林某担心她骗她,把她的包和手机全部押下来当人质,只给了她一百元大钞,让她简单只买今晚吃的水果。 林大总裁,如果我稍微奢侈一点,你觉得一百元够吗? 苹果、香蕉、橘子、葡萄、蹄子、圣女果。 最近你吃的无非就是这些,能够到哪里去啊? 一百元足够了,剩下的钱不用给我了。 对自己老婆该大方还是得大方的。 张口就能给别人一千万,到我这里,一百块就是大方了。 你说什么? 没事,我走了。 林某很满意许青芝的乖乖就范,心情好了很多,终于能安心处理文件。 突然被敲响的敲门声,打破了刚刚几分钟的安静。 进,有事。 你住院这么多天,我应当来看看你的。 林某,我没有必要这样,剔开以前的恋人关系,我们最起码还是同学和朋友。 我承认之前对你是不死心,但是一切说开了就好,你不爱我,我总不能强求你。 谁都有年少轻狂,少不更事的时候,对爱情懵懵懂懂,不知所谓,这些都能理解。 比如你,也比如我,但是友情却是一点点积累下来的。 这么多年,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,所以,你不必顾及什么而对我有所防备。 说到底,你是谁,我又是谁,如果我真的做了什么事情,我自己根本没有好果子吃不吃吗? 所以呢,你到底想说什么? 我不会留在国内过年,你知道的,我在国内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牵挂的人,一个人过年,总是显得太可怜。 去哪里是你的自由,就算我是一国领导,也没权利无缘无故地限制你的出行范围。